回南大师坚信不是讲得很好吗 第二句是说 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 本不生灭就是那般 印度化就叫那般 那你还怕什么生死呢 没有生死啊 哪一天你不怕生死 你的业障就笑了 你还贪生怕死 为什么 你有德有实有能有所 就是说你有分别你有知识 什么人没有生死 知识方向没生死 阿罗汉就没有了 所以阿罗汉真涅槃 那个涅槃叫 偏真涅槃 小陈的涅槃 他没有生死是 十六道里面生死轮回 没有了 但是 还有四圣法界的变异生死 那生死有两种啊 变异生死 没有生死地下 为什么叫做生死 生死很苦啊 所以把那个苦看作生死 他什么苦呢 学习很苦啊 那比如说你在学校念书 念了一年 很辛苦念了一年 考试及格了 你年生二年级了 一年级死了 二年级生了 变异生死 就是这种现象 不是真的 生死 是你发愤用功啊 苦了一年呢 生极了 二年级又念了一年呢 辛苦念了一年 生三年级了 二年级死了 三年级生了 这就像 必因意生死 那生文 修行 把这个 见死烦恼的习气 断了 这个很费劲啊 很不容易啊 断掉之后 生极了 他生到 披之腹了 就圆绝了 生一级了 那更高的呢 他会生到菩萨了 阿罗汉里面死了 菩萨里都生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叫变异 我们现在这个人 一生死了 来生再投胎 这个叫 这个叫 这个这种生死 叫分段生死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那给你实实在在讲啊 这个分段生死 跟变异生死 都是捏捏不住啊 现在科学家 知道啊 我们身体的细胞 新陈代谢 永远没有停止的 就好像又在换了 旧地细胞死了 心地生了 代替他了 这种生死 这种生死 没错 这种生死 有了 这种生死 是 有了 这种生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